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刚刚提到硅谷银行的倒闭 那其实是美联储一直疯狂加息的后遗症 有分析认为 2023年将会是对过去几年 美联储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 直升机撒钱 任性超发货币的一个总清算 这些年来啊 美国的做法一向都是 那美联储通过降息等等的量化宽松手段 开动印钞机 让美元流向海外 在这之后呢 美联储又加息 就是会加息让这个美元回流美国 但这一段时间的八度提升利率 却一刀砍死了支撑半个硅谷科技公司的 硅谷银行 有分析指出 这就是因果循环 那硅谷银行的倒闭 不会是一个据点 接下来可能引发的恐慌是 一些中小型银行 也可能会步硅谷银行的后尘 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 美国财政部 美联储跟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关闭千名银行 就是为了遏制硅谷银行倒闭 引发的巨大影响 报导说 银行存款业务啊 本来就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现在硅谷银行第一张股牌倒下 天知道还会有多少银行会出事啊 那你想想 排在第16位的硅谷银行 都能够突然破产 那些受到惊吓的美国人跟企业 他们也会加快脚步把资产转移到一些 大到不能够倒的大银行当中 那其他的中小银行 会不会也因为信心问题 而出现挤兑现象呢 回股银行倒闭 敲起了一击警钟 有评论就形容 现在的美联储就像是老母猪 钻榨栏 进退两难 究竟是加息还是不加息呢 那不加息的话 高通胀缓解不了 那会重创美国经济 最糟糕的情况下 不仅仅会带来经济危机 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 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加息的话 现在这个后遗症已经显现了 不排除会引发更大的金融风暴 甚至最终会重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虽然很多分析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资本市场是信心市场 信心一旦动摇 那会迅速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最终会地动山摇 如果不能快刀斩乱麻 韩意将会席卷整个市场 那就是一场全面的危机了 这是等级之处的 下车身上